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有没有和你讲过他为何自动营到中原来 他说是有恶人夺他师门封印之物逃到中原 他奉师命来中原追查 行至湘西时发现师鬼多到异常 干脆办做了一灵人调查 哎 卸下他睡了 我要揭开他命上咒服 看看这小鬼是何行吗 走 大小姐 你自己平日里还不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这如何相提并论 真正的智慧和假装老程是完全不同的 嘘 这人为何像只壁虎趴在岩壁上睡觉 哼 无趣 我坐下歇片可好了 哼 就说你法治极限了 我去找些茅草给你盖上吧 真是 这柳七连睡觉姿势都如此怪异 也难怪吹敌玉虫时采用那般异样的动作了 等等 奇怪的动作 如果是这样 那桩一案 解体之势相当繁杂 但凡凶手解体一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那如果原因是凶手行凶后 被害者死状怪异 又因为发生尸僵短时内无法复原 凶手便一定是内人了 生 绝 于 之 功 其实很简单嘛 嗯 绝 吹 吹 小鬼头 烧后蛊虫可是会漫天飞舞 若是怕的话 可以躲在我身后哦 绝对没问题的 这世上可没有任何事情 能令高贵的我惧怕 我们查到了 他们在此间设立了巨型法阵神仪 一旦启动 方圆百里内的人都将化作尸鬼 那动神婆婆 一定是凶手 咱们速战速决 去阻止他们 莫名其妙召唤一个王蝎出来 凶手叶孝天 更以下犯上伤我总坛数十名弟子 那么就莫怪老身奉动神旨意 代为承治诸位了 若动神当真明察秋毫 第一个被承治的便是婆婆你吧 可探天神无眼 既然如此 还是由我来奉行神旨吧 生命无常令我悲伤 失踪 师祖传言人还活着的 不过是换了种方式 陪伴诸位 玉亲 是他 是他玉事协议 用幽影 将无数九里族人化作鬼兵的 离连圣女 你偷走我那装了些尽力的假瓶子 玩得可还开心 你说你 不懂我的悲伤便罢了 又为何几次三番 引致他人误会我呢 远方的蹦射处的湛蓝幽光是 是那熔烈人参 与凶魂的化缘神医启动了吗 你们一定很想成为我永恒疆域中的杀人器械吧 不过 我还是要劝你们 好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 安逸 那致命尽力 必是来自幽界的幽炎 我推测他们会在总坛设置两处法门 时间紧迫 咱们边追边说 法门 明幻化缘神仪 应翻两处运转 一处借助地下枢纽扩散幽吟 将方圆百里内的生人改随换体 而另一处 则是为其灌注月灵诗器的法阵 反引动诗器 多半要借助月药之力 那这一处法阵 便在那总坛之上了 如此 我们便分头行动 各个击破 如何 心口还痛吗 放心 虽然不能取出 但一前辈给了我金藏骨护身 线下这邪物再敢作祟 我便让骨虫狠狠教训它 走 一路杀至此处 眼都被血染红了 你当真如此不需要我的恩赐吗 我体内邪气淤积 平日里需强行压制 但线下我的怒火正至 只想快点结束 和你们有关的一切 这连接上下法阵的肉虫 会借尽力复苏 看来要先彻底除掉它 再行设法阻断尽力了 阿姨 你怎么了 你这般想替它做怨魂之骨 为何不早说呢 线下诗器与尽力将剑你肉身结合 再借地脉扩散 要赐予你永生 就是这般简单 那些持有剑的碎片 迫不及待同我一起吸纳这些尽力了 别过来 我撑得住 这阻拦我们靠近的霸斗尽力是 先下看来 那半枚赤油剑碎片受尽力感应 依附在它身上 它则借机将所有失气尽力 自己硬扛吸纳 而这外衣与吸纳 纠结对抗形成的逆缘之力 笼罩其身 形成了这道封界 若封界被毁 它的努力便白费了 你相信它吗 我来找阻断幽营尽力之法 敌人便交给你们了 我现在只想喝酒 我已阻断了尽力 真是难缠的敌人啊 也罢 越棘手 我越喜欢 这周围妖兽杀不尽便算了 怎么半路杀出了 邪气腾腾的小哥 大家别怕 他是为防协力扩散 自己吸纳了所有尽力 那正好 我们夺回了驱邪失恶的法器 醒魂牛角 这便给你们送过去 前辈快走 我的剑气不知为何要攻向你 幽吟尽力试图毁掉这红石 是啊 这至真的净化之力 与至邪的尽力 自诞生那刻起 便是生生灭灭的境地 我会设阵 用着贤者之识 协助安逸净化尽力 为己所用 这会花费少许时间 麻烦诸位略阵相护了 如此便这般说定了 其他人 列阵护法 弟兄们 咱们的牛角 也能净化邪义妖气 咱们一鼓作气 冲过去 可惜呀 如此精妙的布局 玉卿 眼下你悲从中来 看来定是要和他们交锋到底了 既然如此 我便陪你玩玩好了 你也知道 如此多幽盈灌注在他体内 他的身子便如骨骚的羊皮水袋 届时稍加尽力 幽盈便如洪水般倾泻方圆百里 也算和玄破练尸 殊途同归了 现下 师父之气无法借幽盈尽力扩散 正应了我的九院化力大法 血破魂灵化形蛇退 和玉卿你颇为相配 便介于你了 本是为了钻研创命神迹 却又不得不再造杀孽了 你们能听到吃油剑的悲鸣吗 他说这人不求长生 何其愚蠢 他 不要在这人身上了 这只先用银针 封住安逸心脉四周药学 以防尽力侵蚀他的心脉 父管主 没问题的 我们为你清出一条路 剑尸穷 安逸 是我 我来了 多嘹亮的声音啊 管他牛鬼蛇神 统统给老子让道 兄弟们 冲啊 天经地运 神灵化分 接奉此红石之法 欲请四方神灵 清净此恶 我的怒火忍无可忍 现在 就拜托你们承受了 灵 玉清 我从未见过你如此哀伤 仿佛乌云盖顶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遇到很多奇才 但仍旧选了你们 可你们不懂这界外境力有多珍惜 不知道那改随换体之仪是何等奇迹 就让我的悲伤 来救赎你们吧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葛公主 别来无恙 天瞻盘上 星辉交叠 却是多位故人重逢之相 慕容女侠及通晓星礼 势必也推瞻到了嫉妒异动之势 既然诸位已至身适中 就先由我 臣名前因吧 在创辟混沌之前 女娲 伏羲 罗侯 替嫉妒之药在其上全做试验 排查创世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不久 女娲与伏羲产生了优识 会吞噬光与生命的隐忧 最终 女娲与伏羲决议 以诸要诸公之力 造构天幕之杖 隔绝幽营 而那所负天幕的强分光力 亦形成了天脉与地脉 忧神罗侯自然不甘于此 争士之战就此打响 彼时 罗侯强行将济都城 改建为镇守天幕星鬼的要寨 战火弥漫 在双方付出惨痛代价后 此战终以罗侯嫉妒被永绝名士 双妖归于天幕星鬼而结束 那嫉妒谋划重返也在情理之中 我曾目睹一处幻想 内容是嫉妒会借助凶星浩赢之力 脱离诸公星鬼 地灵冥界 这可能吗 若当真如此 我们会如何应对 昔年 罗侯神未撕裂天幕 曾则沉积 借天洞仪令酒要齐聚 此举虽败 济都却需数十载重回仪轨 在这过程中 济都城却会迎来数千载中 距离凶星浩赢最近的时刻 若济都借此摆脱仪轨 我等将行使镇要大法 修正天移的轨迹 哦 原来如此 我等释放修正之力 需借助天脉与地脉 借时 管住满神分光丽的天地二脉 便如一张紧绷珠网 若此刻 驱使奇迹巧械 将一股巨力 施架在绷井的千丝连结之处 那么这网 便就此被碾碎了 而能对抗这神分光丽的 便是 翠烈凝聚太古第一凶杀之器 以及源出幽营之力的 蚩油剑 看来地界同济毒确在合作了 虽然幻象中提到 蚩油剑助才乃是幽营之物 可 为何要将关键计划 寄托于冥界的兵器之上呢 我推测 蚩油剑助才中 那源出幽力 线下的忌都已无处可寻 若要启动 建在九离地下的机库 非蚩油剑不可 可若蚩油剑拥有制真幽力 当初又为何会折毁于 拥有划分光丽的九仪天尊剑之下呢 九离祖以万人血迹锻造蚩油剑 负其死案之力 是以不敌九仪天尊剑 但眼下若是其幽力全然释放 一切便另当别论了 天脉地脉坚固非诚 就算忌毒此举虽成 亦不过令地脉一处破绽洞开 皆是明忧大战 苦的也只是无辜百姓 无论如何 为防帝剑与嫉妒阴谋得逞 就要找到一把 可以匹敌持油剑的神兵 安逸 你手中那把剑 让我看看如何 太出凌分 神官天变 此剑上 封住光与暗 这两股深刻之力 看来这神兵近在眼前 剑之功过 在驾驭之人 此剑问题在于其西年铸造未成 蒙尘后强行迎战 已是武裂七孙 而能脆火重铸 负其锋芒的铸剑人 究竟在何处呢 哇都在嘴边 要人推一下才能说的 阴掌门 各公主 安家世代铸剑 技艺超群 虽先祖动用禁法铸剑 但后人无辜 安家铸剑更不该因此断绝 所以 我想请命铸造此剑 眼下 无论是地界之举 亦或是忌督之策 都会如滚滚巨浪 终会于天命的洪流之中 只是于中原武林而言 此剑功过尚未有定论 恐怕 非议与事端颇多 中原武林若有非议 一切由我担着 虽然现下一切 只是自未知幻想中推导而来 但凡事因果相嫌 这来历不明的幻想背后 说不定便藏着什么玄奇诡计 再进一步说 你身上肩负的 很可能是同地界与 忌督大军对决 阻止幽界入侵的大人 你 当真准备好了吗 当幽吟在我体内喧嚣沸腾时 是叶前辈的那句话支撑了我 我逐渐 应是让更多人不再受苦 这是我的选择 我也从伙伴们的眼神中 看到了同样的坚持 我们准备好了 在来之前 砧盘之上 杨仪与阴仪摇摆 显示众生受陈兴飞时所获 心中迷茫 不知所措 但我相信 此刻若再起挂推斩 势必是杨仪天下 大家都做好了自己的选择 如此 铸剑一事 安逸你便放心去吧 天旋门也会在江湖上 持续调查 我等紧密配合 希望早日平息这场狂澜巨浪 鹰掌门 此地解救及时 无太多损毁 善后事宜差不多了 战民们请我等宴影筹谢 诸位连番作战 便不要服了债民好意 全且休气整备一晚 再行出发 也好 那我去帮忙筹备宴席 诸位可趁此机会欣赏湘西之省 安逸和我一起吧 看你的样子 当真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哎 你拿不住田螺 哦 手太大了 是驻剑师的手哦 来来来 我帮你拿着 你来讲好了 方才说我什么样子啊 拿不住田螺吗 反正不是你沮丧的样子 总之你别骄傲就行了 大小姐 我们帮大家做菜 你何苦爱声叹气 哎 我一见你二人这般 现下满脑子都是老夫老妻四个字 是 老夫老妻 都有个八 不 七岁的过早娃娃了 是啊 咳咳 好 在这个重要的时间 我要宣布一件高贵且重要的事情 我决定和大家分开一段时间 好啊 那我便等这七月的剑侠了 此番湘西之节 幸有诸位同万民千寨风雨同舟共可强敌 我在这儿敬大家一杯 我知诸位除妖心切 但大战过后 今夜请务必好好休整一番 明日精神饱满 再行出发 给家里写的对不对 正好明日天旋门有一路人马返回中原 可以顺便带回去 你在害羞 你的字好像好像 像蚯蚓在爬 你不必忍笑 我平日不修习书法 又非天纵英才 写成这样已是极限了 好不容易写冯家书 起码认真些嘛 只要掌握方法 基本工整不成问题的 来 这样握笔 中锋行笔万随几题案 左右调整笔峰 感受到我手腕用力的方式了吗 这个箭字 上面的人 书写时便要思索 同下方笔画协调 刃呢 这个点很重要 像鸟这般急速啄一下 和你驻剑一样 张弛有道就好了 你驻剑时也总要考虑到美观吧 要不要就这么 把这封信完成 只需要三千六百两 你就可以把我的墨宝带回家 这样手把手交 你又如何精进 放心 我和我的扇子就在旁边 静静看着你些 你二人勾肩搭背 鬼鬼祟祟也就罢了 为何偏偏还不上路 在等我师父安排湘西的事 嗯 这背后的 可避免 封 religion 那么不上路 我们俩ché 封忍 你看她 绝 group 你再去 又两个藏 我们剑风少侠也走了